2025本来就是一个checkpoint 部长已经讲是说 是很难达成10%的一个减判 那代表说过去这两年 我们一直要求以及督促的方向 还是没有办法落实 那如果说2025没有办法落实的话 那接下来2030 有没有办法达成当初有讲的 应该要减判三成到四成的一个目标 这些都是国人所质疑的部分 而探税的收取 或者是说探牌大户 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抑制的一个状况 其实这都是方方面面的问题 也绝对不会只是环境部一个部会的问题 民进亚政府应该还是要告诉国人 到底2050静零碳牌是不是完真的 如果是完真的 就应该把各部会的力量结合起来 否则环境部一个编列预算 是所有部会里面应该是倒数前两名的 有办法真的来推动2050静零碳牌的一个目标吗 本集完 本集完 感谢观看